中央民国112年4月27号星期四 我们刚才听的是邵宇威唱的 懒得讨好 好我们 其实应该现在要再拿来给番吃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特别说我要给番吃那个燕窝 哦呦这么高级 对对一定要 因为番我每次要跟番形容的时候 因为毕竟番番是另外一个世代的人 他是一个就是说 比较不知道我们的那个中国古法汉方养生的人 所以呢我就想说 我们要让这个产后呢 要补元气的番呢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番我们今天就在节目上来试吃 结果番就说 我说这个产后要 其实产前 小孩子在怀孕的时候吃燕窝是最好的 皮肤会很漂亮 不一定是很白但是会很漂亮 然后呢产后更要吃了 因为产后不管你是自然生还是剖腹生 都是元气大伤嘛 那悠悠毕竟已经离很远了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时间差来讲 比较近一点的 年代很近的 也就是说就在今年的 很大罐耶 对然后就是要给番吃两种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这次广生堂跟好物市集呢 母亲节应该算是一个母亲节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特卖 然后呢就是跟好物市集合作 然后这次呢是我们广生堂美丽的静美执行长呢 他这次的是两个 一个是口感比较浓稠的 是龙牙燕展冰檀燕窝 我知道悠悠也很会吃燕窝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口感呢比较就是喝起来很清甜的 是广生堂军燕的幸福燕窝 我两瓶就在这了啦 来来来 这个一定要给番吃 因为我怎么讲 来划一个 来划一个 因为我现在先把军燕窝 军燕燕窝 这个来给番 先要吃龙牙 为什么你知道吗 先要吃龙牙燕展 因为燕展你知道吗 燕展它是整个完整的不是碎燕 因为我看过它是整个一整个燕展 然后加了好几个 然后倒不出来的 那当然你如果说想要放到这个牛奶或者是 牛奶或者是叫做 或者是 盐奶也有 盐奶 盐奶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加蜂蜜 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说 你只要这样子吃也OK啦 那但是因为它很强 它很强 就是说它很密 它的密度很密 所以我个人的吃法 我是这样子的 例如我会把这一罐 这个叫军燕燕窝 对不对 你要我帮你拿 你来拿 好好好 这个因为我该把它喝了两大口了 所以我 不太好意思 对就想说 为什么已经被喝光了一半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两罐加在一起 对对 我会把这两罐加在一起 或者呢 我会加比较不甜的蜂蜜水 对对 我会加蜂蜜水 还有我会加鲜奶 难怪你脸上整个胶原都溢出来 不是我觉得我现在汗很多 不是胶原是汗水 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穿太多衣服了 都被我妈骗了 我妈说很冷 这样子 她这样子拐我 其实我是最近才知道 燕窝其实是素的 燕窝是素的 看你怎么解释 没有 因为我认识一个老人家 她说 她是腺体 就是她是脱液 对所以说燕窝最好的 就是她有脱液酸 脱液酸是对人体 人体自己的 你不可能一直吞口水 而且你的口水不是燕子的口水 你的口水没有什么营养 OK OK 谢谢 对然后燕窝很多人说 那吃素可不可以 其实是很多人讲说 其实它不是生出来的 它是你会挥发掉的东西 它是唾液 它是腺体 所以这个是素的 OK 好这样子 来来来来 好 这样 这个一定要 好可爱的 你没有办法理解 我节目会做什么 来小铲子调根 它是不进去啊 小铲子可以可以可以 有铲子 小铲子 不 对来来来 那帆你要先吃 铲子的啊 你要过来这边吃 对 你要先吃 看混乱的话 先吃龙牙的 浓的 龙的 好对对对 你要先吃龙牙的 然后呢 待会我们工商服务的时候 帆会来表演 表演吃给大家看 OK好 那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好物市集的官网 好 可以上我们好物市集的官网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这次的组合 还有我们的优惠 然后呢 如果是大家想要知道 更详情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白天 可以打到 02-2500-5563 02-2500-5563 我们待会会有很可爱的 燕窝专业小组 来跟大家讨论 好 那我自己的吃法是把龙牙跟军燕 我可以合在一起 或者你可以加 盐奶 盐奶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椰子的味道太重 会cover住燕窝的清甜 然后或者呢 你就是蜂蜜水是OK的 或者两瓶把它加在一起 因为它这一罐 你看它浓到这种程度 整个一坨的 它其实是可以分好几次 因为它是好几罐的浓缩在这里 你看 它已经 你知道吗 这已经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果冻了 就是它是非常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 待会翻翻就要 我就要叫他示范一下 这么吃给大家看一下 我可能他还是谁 他很忙 因为我跟他说 他产后是最需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 来大家看直播 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一位帅哥在这里 我之前不认识他 是悠悠的 透过悠悠我才认识他的 那我刚才说 诶他是日本人吗 很像日本人 果然他是日式美少年 他是日文系 然后也是日本演员所 然后他是我们很有名的作家 H 大家好 请H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张大好 很好 你等他要吃燕窝会更好 我是H 就是常常出没在 两性的谈话性节目里面的常客 那我自己 本业是作家 刚出这本书 刚出了一本新的书 对叫做 是时候该打拟不到了 好 大家是悠悠的好友 好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悠悠之为 介绍一下发型好不好 悠悠大变身 悠悠大变身 大家好 这个是个丸子 他第一次跟大家见面谢谢 你自己绑吗 没有我请桃子绑 因为我说我自己绑了 今天请桃子绑 因为你们就要那个正式一点 不是正式一点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看过这种 你知道维多利亚宫廷式的 因为很少这么卷的 它可以留那么长 因为要这么卷够长 它才可以绑出一个技啊 对啊 今天重点不是我的头发啦 今天重点是 H他写这个书啊 大逆不到这本书 解释一下 对解释一下 大概因为他才刚热 他刚跟我讲我觉得哇这个要在广播上面讲 这个够呛 那你要引导啊 我还没看啊 没有其实没有啦 因为我长期上节目啊 大概上了15年左右 当作家也做了15年 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上节目去讲话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风向性的问题 因为两性嘛 不外乎就是什么小三啊 或者是未婚啊 怀孕啊 然后或者是两边亲家 什么婆媳问题啊 基本上都在聊这些东西 然后不管是所有的论坛 或者是节目当中的讨论 我常常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唱所一言 那个燕窝大到塞到眼后皮了 可见有多大块 OK好 H刚才说他影响唱所一言 因为毕竟可能有些时候 你接受访问大概就是一段一段分配好了 对对对 那你今天可以讲 因为我看到里面的标题蛮 内容蛮 应该是说 耸动 耸动 争议 所以说是时候该大逆不到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出来讲真心话的时候 好比说刚刚江泰有翻到里面 一个主题是讲说 这是一个靠信吸引力在赚钱的一个时代 是哦 我后面打了个问号 对对对 我后面打了个问号 但事实上我要讲的实话就是 的确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是靠信吸引力在赚钱的 请跟我们描述一下 讲一个最简单的吧 比如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划那个TikTok 对 划抖音嘛 那抖音它上面也是有很多政策 是你不可以有露太裸露的情况 也要遵守什么规范 你不能露点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你露出一些些线 露出一些些部位吸引人的性感的地方 你的流量自然就会冲高 男女都一样吗 男生当然也是啊 包括就像说我现在知道的很多 最近流行男模会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名词 我做男模会馆 对就是以前的鸭店 还在 现在转型我们称它为男模会馆 都是模特儿的身材吗 还是为什么叫男模 这只是一个名称 就是转换了 男性比较好看的 所以像刚刚那个章节里面 我提到的一个点是说 在某些层面来做比较的话 也许我比较尊重男模会馆 或我比较尊重酒店业上班的八大行业的女子 反而胜过了一般正常上班族 在信息引力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 因为我听到很多故事是这样 比如说做金融业的 比如说做保险业的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你都不知道 他们的故事比一般 你上电视节目讲还要精彩 比如说已经已婚的太太 她可能假装是单身 为了要签保单 她就去跟她上床也好 那我讲过 我说靠信息率赚钱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用的手段 你可以让人家对你有好感 你可以让人家觉得你很漂亮 因为现在E-mail什么都很发达 可是你不可以有一条线是跨过去的 比如说今天我是在卖蚝蚝蚝蚝蚝蚝 因为我们做TikTok的客户里面 有一个是在卖蚝蚝蚝蚝蚝蚝蚝 你在卖蚝蚝蚝蚝蚝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穿稍微露一条线 稍微低胸一点 去吸引客户来买一碗面线去吃 有联想面线跟胸线 事业线 好多条线在碗里面 可是你如果吸引客户 大家就是直接来买那么一碗 我觉得这个信息引力说得过去 大家认同 可是是值得吗 就这么几十块钱 要露成这样子 几少成多 没有重点是 排队啊 没有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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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他動了一個邪念說那我跟妳買一千碗 那我們今天晚上出去吃個飯 這條線過不過的去 我阻不出來 我阻不出來 太多是不是 江湞你就放棄這條不是在為妳而寫的文章 真的阻不出來 我會說這樣子好了 我的面線攤後面有賣水晶 你猜是要不是有那個爬山的 水晶好了 爬山女神那個事情也類似啊 有一點點 也就是說其實有時候妳的主業賺錢還是妳的副業 就是主副業有一點點搞不清楚 你剛才這個開啟了我好大的一個想像 我常常覺得說他那麼美為什麼要在市場殺魚 其實都是背後有行銷風 有一個那個女的她不是說她是市場的 很會炒飯 真的是 在夜市炒飯嗎 炒真的飯 我以為是邪音 炒真的飯 到底他們的重點是什麼 這是說藉由這個很衝突大的一個行業 然後帶出流量來 然後她希望的是做後面的直銷賣貨嗎 對啊當妳成名之後妳的影片妳做的任何事情都會有人關注 在這個時代其實就是關注度就是最大的財富 只要妳得月率越高妳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金錢 所以這些都是他們背後的目的 那我們沒有說這個不對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是這樣的時代了 沒辦法大家都在博取眼球 對那妳剛才說現在的年輕人 對不起喔我們今天的節目呢就是我們是輔導級的 我們希望家長一同陪同 那現在如果家長帶著 如果家長正帶著小朋友 從安親班下放學對不對 那就轉到那個英語教學節目 ICR這樣 那其實妳剛才講說其實這個現象對不對 幾乎就是一個只是吸引妳的眼球嘛對不對 那妳說比較尊重妳反而會覺得 那我覺得如果是妳做的那麼直接 例如說她本業好了 她可能就是八大的 那本來就是以這個年輕貌美啊 她就是在賣這份 那她不就被搶客了嗎 你知道我意思嗎 她反而會花比較多的錢 她不只是被搶客 因為那邊賺的更多 如果今天我是賣我們剛剛舉什麼 烏阿米刷 因為我一碗現在多少30塊 我印象中是10塊 去面線是45 綜合的要80 大碗的要在95 妳最好清楚喔 我常常要了解明天 我最了解烏阿米刷 那這是烏阿米刷嗎 如果今天是一個賣房子的 這一個單位可能幾千上億的 那她這個跟九天小姐比起來 當然她的付出是那個叫什麼 CP值就高很多 更高了耶 她投資報酬率就提高很多 那我覺得我們要不要輔導八大轉行 乾脆都做直播主算了 我們還是要正面一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講說 在某個層面上 我比較尊重八大行業的女子 是因為他們擺明的就是告訴你 我本業 而且你買的是假的愛情 迎貨兩棄的事情 你買的是我真正在便宜你身邊 但你錢沒了我就離開了 我也不會跟你談感情 可是當一般正常上班族 不管是金融業或傳播業或任何行業的人 你在跟人家談這個時候 你其實是打著賣東西的這個行 掛羊頭賣人肉 你是有在欺騙人家的成分在裡面 甚至這個事情 有點可能會演變到最後是 引發社會新聞 真的喔 可是會不會多年後她感激她說 雖然我當時拜騙 可是還好你讓我房子現在增值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剛才這個話題 我還真的一直在想 原來你今天告訴我這個點 我才通了 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那麼漂亮 然後他們也可以 學歷也不錯 他們要 就好像一下就去擺地攤啊 我不是說擺地攤這個行業怎麼樣 而是 穿得那麼隆重 很不好工作的 你知道嗎 隆重 穿得其實很簡單 隆重而簡單 簡單的隆重 穿得那麼不得體啦 有重點 穿得都不是工作服就對了 對 像我有時候覺得你是剛上完瑜伽課 然後來簽單的嗎 那這樣子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如果是說 我們今天去逛夜市 或者是說路邊攤什麼的 我們看到有直播架的 可能要小心 他可能廚藝不怎麼樣 而是為了要流量對不對 也不能要以偏概全 搞不好人家是真的練得很久 色藝俱佳 對對對 這個好這個 真的 但是我現在看到直播 我可能是我們換一家 這家可能 他現在叫我們去買鑽石的 搞不好現在每一家都在直播 很多都有在直播 真的啦 那悠悠我們今天 因為你的綁這個公主頭 會不會增加一些流量 不會 但會覺得只是一個 把流走人 男人換了一個髮型 這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裡面還是有一些 可以大家討論 我覺得我很好奇他這個 媽媽和太太掉進水裡 這個蠢問題 這個問題 來來來 媽媽 不會不會 我覺得 我們沒看那影片 這個切到 沒有這個從古代的那個 道德經裡面就有講過 媽媽跟太太 道德經都講這一段嗎 憲解 就是說媽媽跟太太 倒到水裡你要先救水 以前那個 老經急轉彎常常有 但是那種都是亂來的啦 亂解釋的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 要啊 欸去 你的內容 因為我是在休息的時候 沒有在休息 我們直接來的 我們節目也是在休息 講到這個議題 我基本上之前也是跟你們一樣 我一直覺得 這東西很難去講清楚 真的很難講清楚 姨媽媽會不會游泳 什麼之類的 但是 如果你正在兒子的立場上 我 因為 我曾去參加過一個論壇 很多不同來自各行各業的人 大家一起在討論 要講到這個話題 然後結果裡面有一個人 就是跳上來講說 我會去救我老婆 我說我們就問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跟他可以一不必提 我說蛤 我說這樣子就可以 但是他沒有解釋後面的原因 可是我在這本書裡面 我把這後面的原因 我自己想通了 想通了 原因是這樣啊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當我們當媽媽的時候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一不必提 兩個人一起洗澡 我們可以互相毫無芥蒂的 你跟他講什麼 他跟你講什麼 他也不會去學校 回來之後 不跟你有秘密的 可是到了某一個年紀之後 小孩子回到家之後 他不會跟你一不必提了 他也不會願意讓你 讓你幫他洗身體洗澡 然後他也會有他的心事 那在到某一個年紀之後 他甚至他有他的成家理業 他有他更愛的女人 他還可以跟他的女人 一不必提了 那可是我有我 比如說我們當媽媽的人 我們可能有我們自己的生活考量 我老了 我之後要跟誰住 我潛存的夠不夠 我該怎麼過我的養老生活 可是這裡面的計畫 可能跟兒子不見得有絕對的關係 或者是你想把他拉進你的世界裡面 但他這個時候心裡面 已經不見得有你了 所以他會講說 因為我跟我老婆 我現在可以一不必提 所以我會選擇 就我老婆 我覺得這句話我認同 可是你把它講簡單一點 其實他就是愛的能量 就是說 因為我跟我老婆愛到 因為其實有很多夫妻 到最後已經不能一不必提了 當他們陌生的時候 回到家我看到他就煩 我怎麼可能願意在他面前 把自己身體脫光光給你看 他連做這一點也不願意 你給我穿起來 對 把衣服給我穿好 你給我放尊重點 對 所以說到底 他其實還是用愛的能量 在做單位 濃度 對不對 他還是用這個來做單位 因為今天即使我跟我的母親 沒有辦法就是一不必提的 這樣互相見面 可是我知道我愛他 強過於我愛我的老婆的話 那當然是救媽媽嘛 所以這個答案其實就是很單純 如果就不要用孝順 跟所謂的什麼夫妻之間的愛 或什麼夫妻是可以換的媽媽 只有一個不要講這種事情 因為你的愛會隨著時間 跟時空背景不一樣 也不是每個媽媽 我在這邊我就真的大逆不道講一句 也不是每個媽媽都值得被愛的 有這一篇嗎 有一點 他有很多可話的一篇這樣 母親截到了 不是截到了 對這句話真的是 我這書會不會賣不出來 不會 我覺得我這樣講講 有列很多這些東西 不是 你給很多要當母親跟 馬上結紮 對對對 馬上學游泳 外加潛水 因為我們這三位 水肥的跟浮潛的都要 因為我們這三位 我們這三位都生兒子了 我知道 也就是說 真的要馬上立刻 報名 那個自由式 養式 換碟式 都要運用自由 平常包包裡面都有那個 救生圈在裡面 江湯你知道這個節目 是我出這本書以來 第一個上的節目 因為這還在預購當中 5月2號才政治發展 我們要露一下嗎 趕快幫你加一點流量 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可能會 反傾銷 沒有沒有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也很害怕說 當這些議題曝光出來 因為他們每個人 在看到書名的時候 只認為說 是時候該大逆不道 也許 真的很大逆不道 也許它是一般 很幽默的書 或是我在講一些黑色笑話 還是什麼 但他們沒想到我講的是嚴肅的 話題甚至會產生對立的 難怪 不是是真的 就是在一般人會覺得說 這個很大逆不道 可是你該比的是愛的能量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不是用 直系親屬跟龐系親屬 沒錯沒錯 來比的 他愛他嘛 對啊 他太愛他 而且他需要感 可是我覺得他沒時間想這麼多耶 因為那個生死是十秒間 那我覺得會 他不用想那是本能 你愛誰多 真的啊 你在那一瞬間你會知道 是喔 我覺得要是我啦 我會離我近一點 我說你趕快先游回去 我就用那個遠一點的 如果這樣討論就會變成落入之前 之前的就落入了 就落入了 不是熟透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就是落入了到那個 以前我們不是會學工 聰明與道德 倫理與道德 生活與倫理 就其實會倫餘 倫餘我小學的教學的 好我覺得這個 其實你給大家兩個 剛剛給我們都有一個 觀念上的一個震撼 你知道嗎 但是他不無反應的 就是現今的社會 就是這個樣子 是 因為就像我前一陣子 在這本書剛開始要預購的時候 我第一篇PO出來文章是叫做說 先把嫁跟曲跟孝順這些國字 中國字中華文字廢除掉吧 我以為要寫一百遍 我還會說 江泰果然是比較長輩 寫一百遍這種詞 你給我孝順父母 沒寫完一百遍你不要睡了 江泰就是 我們就屬於這種比較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是不對 我們今天要聽一下 我們要聽一下愛曲的 我其實根本都不年輕 你剛才說嫁 然後曲 跟孝順 那因為講到嫁 其實你就會有一個觀念是 一個女生從一個家庭 被一個男生的家庭用聘金 帶進去他的家庭 就另外一個家 我們工商服務的時候 討論的是更 必須更 十三歲以上去聽 更福島級 所以我們就廣播待會兒 我們要回來剛剛的嫁娶 還有孝子 這三個字 你覺得應該是要重新定義一次 或者打破 應該是說我們不要使用這樣的字 這裡面牽扯到很多背後的觀念 因為當然我們都知道 就是台灣是華人社會裡面 就等於是父權社會 那你是夫妻社會的話 你嫁一個女人過來 通常我們的觀念 是要付聘金的 所以嫁就是 剛剛我們在猜文解字 嫁就是一個女生 到另外一個人家裡面去 那男生娶老婆 是把一個女子 娶得到他的家裡面 還把他嫁妆拿過來 對還把他嫁妆拿過來 然後上面是一個娶 對不當的奪娶 那可是他這個含義就不是結婚 因為在外國人來講 他們是講結婚 他們沒有嫁跟去 他們就是marriage 他們就是marry marry me marry me之類的 那如果是結婚的話 我們講一個很單純的物理現象 是兩邊的家庭 他們的原生家庭 各派出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或各派出一個男生一個男生 不管啦 性別 多元 各派出兩個人出來 他們共組一個家庭 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有三個家庭的存在 但是如果嫁娶這兩個字 不斷的被使用 並且我們那些習俗沒有破 比如說付片金也好 什麼什麼 要裁什麼裁瓦片 這些習俗不廢除掉的話 你的感覺就會變成是 這個女生是從她的家庭出來 到另外一個家庭去住 沒有第三個家庭 沒有第三個新生的家庭出現 而是等到兒子的 新郎這邊的原生家庭 慢慢的消滅掉之後 他們的家庭才會真正的顯現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是因為男尊女卑 那是因為女生要以男生為主 那是因為以前的人 會覺得男生賺錢比較多 那是因為大家會覺得 女生要依靠男生 但現在不是這樣子啊 現在不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你嫁過去你就會有婆媳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 我不可能把你這個媳婦 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 再怎麼講你總是會 好我不應該這樣講 對不起我講的太無斷 她是有可能跟她感情很好 可是她畢竟就是 來跟你分享了 你跟兒子之間的愛嘛 所以你不可能期待說 我那邊的家人會對我多好 如果你碰得到好的 那是你運氣好 所以我一直在推動的是說 要做到的是 女生不要去依賴男生的錢 我裡面也有提到一篇是講說 一加一要怎麼大於二 很多女生會講說 一加一要大於二啊 如果不這樣的話 我為什麼要結婚呢 對對對 可是大部分女生 我覺得自己就很好了 為什麼還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一加一要 聽起來是很有道理沒錯 可是很多女生的一加一大於二 他們的定義是什麼 她的資產跟我的資產 加起來要大於我的資產 就平均起來的話 對不對 她不是在考慮說 你跟我生活跟我跟你生活 我們兩個加在一起生活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的品質 品質不是只有錢 喔她講的是資產 永遠講的都是錢 對 比較沒有抽象的精神的 對 可是問題是現在的女生 每個都很會賺錢 我碰到的都是這樣 那真的 可是可是可是 那就把男的取過來 如果做得到這一點 如果做得到這一點 我覺得也是反了啦 反的不是說這樣是顛倒式 而是她還是不平權 我想推動的是平權的 對 因為大家都在強調女權嘛 其實我覺得 你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因為現在女生很會賺錢 很多為什麼不婚 就是因為傳統會覺得說 男生才是那個經濟的 比較優勢者 她是要養家的 所以這樣一比較 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很好 為什麼要到你家去 沒有所以她想要找一個更好的 更好的 問題是更好的 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現在的結婚率不高 跟離婚率高的原因 都在這邊 請大家不要賺那麼多錢 或者不要讓人家知道 你賺那麼多錢 對 真正很會賺錢的人 為什麼要跟你 悠悠 檢討一下 沒有我只想到我奶奶 我奶奶家裡很有錢 我爺爺家裡也很不錯 但我奶奶嫁到我爺爺家 第一天晚上說 完了架壞了 為什麼 我爺爺家的用人 比我奶奶帶來的還少 虧了 爺爺就一輩子都被我奶奶壓著 我以為是說她的寢聚 沒有她寢聚不靠近 用人太少這樣子 真的 你賠嫁就賠嫁那麼多了 你賠嫁就幾十一個這樣子 不能開玩笑 不然我們回到21世紀了 我們H在這裡 其實H你會常常接到很多人寫信給你 或者是在你的臉書 我連他路上都會碰到 哇塞 你是什麼張老師 H老師 張老師太老了 從來一次 H老師 所以他們看到你就會直言 你秘密都忍不住要跟你說了 我曾經坐在電影院外面等朋友 旁邊坐了一個很像貌似做行政工作的人 就是不是打扮得很齊眼那種 就比較樸素一點的 然後坐在那邊我說 欸她就認出我來 然後我說你等朋友 他說對了等朋友看電影 然後就坐著大概兩秒鐘我就說 嗯你是不是外遇了 哇這什麼天線寶寶啊 他就說他就 反正他就跟我承認了說對 他就說他就跟我講了他的秘密之類 那是在路邊那個瓶水相逢 你是聞的出來嗎 我看的出來 什麼樣的特徵 看的出來 你等一下講一點好不好 一點 你的直覺 就是 他有那種心事 就是一種 我有一份感情 我在愛著一個人 但是我不敢對外公開的那種感受 那種女性 她那個氣場是 我可以感受得到 我們這三者裡面 任何人有這種氣場 這三者都沒有 看不起人了 真的 你看不起別人了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那是有一點憂傷 對 他是有一點憂傷 有一點憂傷 笑人家應該沒有那種感覺 你不要再笑了 有有 H很認真的 那他後來你怎麼 那有解嗎 還是說他只是想跟你說 這種事沒有什麼解不解 我只能跟他說 如果你真的心情不好的話 你就到我的粉專來 你留言給我 我有空我就會回 因為我總是在回他們這些信 已經回了十幾年了 裡面 不乏可能有想要 輕生的 或者半夜憂鬱症敲我的 太多了 其實我想講一下H的故事 H你說你自己本身也是有生病 是不是 對我是重度憂鬱症跟 前一陣子算是癌末 那現在咧 現在指數有穩定住 那可不可以教大家如何怎麼樣 你等一下不是在講這個 I like radio 嚴格 好OK H本身自己已經算是有癌症 對不對 可是那你的 你的憂鬱症是因為生病嗎 還是癌症得來的憂鬱症 不是我是先得憂鬱症 我的憂鬱症是因為我人生太崎� 這個要聊嗎 下級 這太heavy 後來因為憂鬱症 然後又才生癌症 因為憂鬱症 然後我懷疑 這可以講嗎 我懷疑打了疫苗之後 我得了癌症 請馬上做一個 請馬上更正 那你真的不是只有憂鬱症 還有幻想 好我們這個醫學上 我們先不討論 那但是其實我想要講說 除了H 因為他很多年輕人 或者說他本身 他的特質 有些人有特質 大家會很想看到他就哭了 他就是溫柔的 就是他有一種慈悲感的話 人家就會這麼做 那其實我前陣子 我在想一件事 我就覺得很多人會盯影 你知道下來的 很老很老的人 可能已經走了去當神仙了 慢慢老的人 他的年代有跨代 他可能是50到60 60到70 或者他們也有可能早婚 或者可能他們現在退了職場 就已經退休了對不對 那單身之類 不對 就是可能配偶走了 我覺得很多人會以為 老人喜歡寒衣弄孫 我覺得錯了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有個觀念 不是每個老人都喜歡寒衣弄孫 這會害死很多老人 因為很多老人家的憂鬱症 是來自於精神生活 對當然物質生活很重要 我們先撇開掉物質 憂愁物質的那一群 有些是有穩定的物質的退休性人 我覺得他們更需要的是滋潤 所以你講的非常符合他 老年的愛情 屁啊 是敬老尊賢 敬老尊賢 對 說穿的是一種歧視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把 大家覺得說寒衣弄孫是一種福氣 那是把他們綁在家裡 你怎麼看老人家的 那個歧視是怎麼樣 沒有有很多人 因為這樣子老人會被騙 所以這要衍生到這個 這該怎麼講 因為我裡面講的這個其實 長幼有序 跟這個比較 沒關係 沒有這是新的話題 你說寒衣弄孫 當然 可是你不要把怎麼講 寒衣弄孫 寒衣弄孫這個詞 比較是形容說 他只是偶爾玩一玩小孩而已 就是他家族人丁興旺 然後呢 生活無語 他並不是照顧小孩 如果他變成照顧小孩的 主要照顧者的話 那當然對他來講 其實他不是一件好事 不但是體力上 甚至精神上 都有很大的好順 可是現在年輕人 比較多的是說 他出去打拚事業 把小孩 對 隔代教養 他們會覺得這樣 很方便也省錢 可是他們沒有想過說 當爸媽的 其實已經對這種事 已經不復當年了 體力不復當年了 而且他們心情可能有更多 是想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你是時候 該大逆不到 要有Part2欸 是比較老年版的 真的 對老年版的 老人也應該要大逆不到 就是 老的時候要大逆不到 其實 我這很順嘛 人家也可以看啊 對我為什麼要照顧 你們 你們應該自己生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我老公都跟我兒子講說 你們這樣生小孩不要靠我養 我不可能幫你們照顧的 不可能 是嘛 對 很少你的那個公婆 好的教育要從小開始培養 那樣子 那你的公婆是喜歡寒衣弄生的嗎 還是比較職業 比較喜歡 但是我也是要自己去接 所以我常常說我要走了 我要去接小孩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個原因 我因為生了小孩 我把我上班時間 只能咔掉一半 沒理解 沒有辦法 那你裡面那篇掌幼有序 你的觀點是什麼呢 掌幼有序 我想一下我寫了什麼 需要自己翻一下嗎 第18話 其實我裡面有一個很主要的觀念 一直在強調是說 關係它會產生 應該說稱謂啦 稱謂會產生關係 關係會產生應該 就應該這兩個字 比如說我是掌幼有序講的是說 恐龍讓離啊 哥哥好的東西要先留給哥哥啊 資源要給哥哥啊 或者是說哥哥要先結婚啊 哥哥要先做老大該做的事啊 你講要恐龍讓離 那也沒有比我抽刀斷水 誰更流來的 我發現我剛剛一出口 我剛剛一出口就覺得不對 你也沒有比我 不小心的落入了這種年齡全套 他也沒有很年輕啊 OK好 所以其實這個是傳統的 覺得你的血緣上的長幼有序 那因為我會寫這本書 就利益於我現在是截然醫生 我爸媽早就走了 我是孤單一個人已經20年了 我也離婚了 然後我也沒有小孩 我養著狗也走了 然後我又得了癌症 我又有中度憂鬱症 我自己一個人生活了20年 所以我對於那些 然後兩邊的親戚 我爸媽那兩邊的親戚 我是盡量都不去接觸的 所以我是自己一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 然後我哥是坐牢之後 後來去大陸 我們也就沒有聯絡了 那我對這種事情 我看很多跟聽很多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經歷很多 真正的孤兒 對真正的孤兒 所以我還會講說 你活在這世界上 比如說長幼有序那一篇 其實我想想想我要講什麼了 應該講說 在家族裡面 其實你要懂得是人 看人 就不管是爸媽 爸媽你要看自己的小孩 跟兄弟姐妹 你要懂得看自己的兄弟姐妹 不要覺得說她是姐姐 我就一定覺得說 姐姐一定很棒 媽媽就一定會疼我或什麼 這種絕對會怎樣 應該會怎麼樣 誰應該對誰如此 但都是錯的 我覺得這適量到最後 因為我提早過了老人家的生活 就是我截然一生已經 好像是八九十歲 才這麼截然 對 太截然了 所以我提早過了這樣的生活 我就會想告訴現在還 你身邊還有這種血緣關係的人 其實你不用去在意 血緣關係不重要 你到最後都還是得要靠自己一個人 兒女會離開你 然後你養的寵物會離開你 你另外一半會離開你 我講的離開不見得是 就是父女而去 甚至他有可能先走 這是這種事 人世間的事很難講 所以你必須講到最後就是 你要做自己 然後你自己要養活自己的經濟能力 然後所有的事情 都不需要跟著社會上的任何所謂的 道德規範去走 只要不傷害人 然後你好好把自己做好 我覺得然後發揮自己的天賦 我覺得走這一招 不管你的人是會不會跟我一樣 孤單或者是淒慘 我覺得你們都會過得很好 我其實想要整本書最想 慘揚的是這個理念 很棒 讓大家思考 真的要思考 我覺得現在人需要思考 對 有點嚴肅了 張太搞笑一時時間笑不出來 不是一時時間覺得怎麼那麼早 就這麼孤單 對 張太捨不得 對 就是太早了 太小 那就被迫好老了 也不是這樣講 我昨天也交過很多女朋友 所以我才是兩性專家 所以我才是兩性專家 因為我交過很多女朋友 可是女朋友歸女朋友 我自己之中還是自己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女朋友 因為我生病啊 生病不行嗎 你不要這樣子不行啊 生病不行 不過我得的是社務腺癌 我得的是社務腺癌 我最不知的 自己跟你們… … ……